大家好,我是李医生 冬天天气寒冷 人体为了维持体温就需要更多的热量 而心脏就需要通过更多的循环来提供这些热量 气温越低,心脏的呼和就会越大 而超呼和的运转有可能让本来就脆弱的心脏出现问题 所以冬天心脏最怕冷 冬天如何软心呢? 有一种蔬菜,每天吃上一把可以强心脏 同时还能够清肠毒,稳定血糖 它就是菠菜 菠菜中含有丰富的虎梅Q10 而虎梅Q10是目前医学上 常用来作为心脏病辅助治疗的一种药物 关于菠菜冷心,你一生推荐大家一道菜 果仁菠菜 那怎么做呢? 首先将菠菜焯水之后挤干水分 切断备用 锅内倒上油,放入花生米,慢慢的煸炒 煸好后的花生米撒上一点点盐 最后将菠菜放入一个大碗当中 再一次呢,放入花生米,盐,生抽,香醋,以及白芝麻呢 搅拌均匀即可 喜欢香辣口味的朋友呢 还可以炸点辣椒油,倒进去 菠菜呢,保护心脏 它的全身都是宝 我们一起来看看 菠菜叶的效果呢,堪比两种药物 一种呢,是胰岛素,降糖 另外一种呢,就是开筛路,通便 而菠菜根呢,可以止血,防止骨质疏松 所以啊,每天吃上一把菠菜 作用真不小 保护心脏健康,降血糖,防骨折 这么好的菠菜,大家记得多吃点了 好了,朋友们 看完了,记得在视频下方点赞 订阅,点亮旁边的小铃铛 同时呢,把它分享给亲朋好友 让更多的人受益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